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公司新年一时以需求减弱为由 通知中国供应商本季减产AirPods,Apple Watch和MacBook元器件 据日经新闻报道 中国供应链受到需求下滑和重新全面放开调整的双重挑战 法人认为,苹果砍单三大产品线 中国力讯精密,受创最大 广达、人宝、晶圆、新浦等台湾厂商同步警戒 据悉,这世纪iPhone14系列传出一入门款机型销售不佳 苹果缩减相关订单之后,最新的苹果砍单消息 法人指出,iPhone、AirPods、Apple Watch、MacBook 是苹果目前最重要的四大硬件产品 若四大产品线都面临砍单风险 凸显全球消费类产品失矿比预期更糟 苹果一家供应商向日经新闻透露 上期开始,苹果急通知要减少几乎所有生产线的订单 原因之一是需求不强 此外,中国官方全面放开 整体供应链也还在适应之中 科技业一开始对中国官方解除管制机制表示支持 如今,却面临大流行突然激增的状态 荣耀的主管表示,由于蔓延得非常快 多数厂商如今发现,隔离员工已没什么意义 Nate Texa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预测 全面放开政策调整将对制造业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如果大多数主要城市在农历新年结束前达到大流行峰值 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简而言之,其认为外需不足将成为2023年 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江苏省一家为苹果和英特尔服务的印刷电路板供应商的经理表示 其团队一半以上的人请病假,面临着生产中断 但恰好需求很低迷,所以他们只好让员工休假 但目前,尽管需求前景暗淡 科技制造商仍不愿裁员,因为他们担心会重蹈覆辙 富士康位于郑州的工厂是全球最大的iPhone制造基地 在10月下旬爆发员工高速公路返乡事件后,劳动力短缺 现在,他提供高达14000元人民币的奖金鼓励员工 并希望员工推荐更多新员工 据最新消息,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区 目前出货量已达原先预估的90%,订单状况良好 从现在到农历春节前后的几个月将迎来生产高峰 目前,用工人数稳定在20万人左右 业界人士指出,AirPods,Apple Watch和MacBook元件当中 台湾厂商在MacBook元件扮演的角色相对较重 AirPods与Apple Watch目前主要协力厂都是中国企业 其中,Apple Watch由力讯精密拿下绝大多数组装订单 AirPods方面,先前主要由哥尔升学操刀 前一阵子传出苹果要求哥尔升学暂停供货 转单至力讯精密,以此研判 此次苹果削减订单,力讯精密恐如临大敌 中国企业受创程度远大于台湾厂商 MacBook方面,广达是最大组装厂 受库存调整影响,广达上季笔电出货 估计减15%至20% 本季进入传统淡季,预期出货持续修正 整体而言,2023年笔电出货量将较去年衰退 但仍优于产业平均水准 晶圆电为MacBook键盘主力供应商 手机为传统淡季 加上农历年工作天数减少与中国缺工问题干扰 一般预期,整体营收将较去年第四季下滑 新浦为MacBook电池模组供应商之一 法人指出,新浦目前主要应用以消费性IT为主 手机为传统淡季 尽管苹果可能减少供应链订单,但随着新浦近年全力发展非IT业务 在营收贡献逐步扩大下,预期苹果调整订单对新浦业绩影响不大 消息称,虽受到需求下滑及全面放开短暂影响 但大多企业管理层对未来呈乐观态度 一家晶片制造商的经理表示 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大流行将在2月左右达到顶峰 并可能从3月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他们在12月初经历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 当时其团队和供应商中几乎一半的人突然被迫请病假 可能只有不到50%的人仍在工作 但现在情况正在逐渐好转 私募股权公司JJ Investment的首席投资官同样持乐观态度 其认为电子供应链仍处于消化过剩库存的阶段 而不是开始大量生产零部件 但在2023年第一季度有望触底 短期内肯定会有很多干扰 但在未来几个季度 中国重新开放可能会很好的刺激经济 并未复苏铺平道路 春江水暖压先知 作为苹果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高通也已经开始准备其下一代晶片 骁龙8 Gen3的代工事宜了 台积电在2022年末 实现三奈米制程晶片的量产和三星不同 虽然三奈米制程相对时间节点落后了几个月 但由于台积电的量体率很高 在业界的口碑非常好 并获得了包括高通和苹果在内的多家科技巨头的青睐 2022年末 台积电采典宣布三奈米量产之外 现在还有业内专家背书 根据Business Next近日给出的分析数据显示 部分消息人士透露 台积电三奈米的量率非常之高 平均在60%至70% 部分情况下能到80% 令人印象深刻 对比之下 三星三奈米GAA刚投产时 量率最高极有可怜的20% 废片率高的离谱 据悉与台积电在制程方面进行竞争的三星 也在积极争取高通顶单 但无论是此前的5奈米还是4奈米制程 三星方面虽然多次都要限于台积电推出先进制程 但其量品率过低 导致包括高通在内的诸多晶片厂商都无奈选择放弃 当然三星也没有座椅代币 已经找来IBM Silicon Frontline Technology等公司合作 提高其300米GAA工艺成品率 至少希望争取自家手机的那部分 骁龙8 Gen3可以自行制造 晶片的研发周期都是比较长的 也因此晶片厂商有时候 在选择代工厂的时候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高通的下一代旗舰行动 SoC晶片 骁龙8 Gen3处理器预计将在2023年底上市 如果晶片设计进展顺利 该晶片将采用最新的3奈米制程工艺 高通目前计划将新一代晶片 同时交由台积电和三星代工 以降低制造成本 早在iPhone 6S时期的A9晶片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当时A9晶片使用了三星和台积电两家代工厂 三星使用的是14奈米工艺 而台积电则使用的是16奈米工艺 理论上同款晶片制程越先进越省电 但实际测试则是台积电更加省电 并且优势还相当明显 甚至在当时二手的iPhone 6S 因为不同晶片代工厂都有不同的价格 因此根据最新的一份报告表明 为确保新一代旗舰晶片的良品率 以及功耗问题 台积电将主要负责为高通代工下一代 骁龙8G3处理器 这是由于台积电方面近期宣布 300米工艺量产成功 且有着不错的良品率 成为打动高通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目前搭载高通骁龙8G2晶片的新机 从去年12月到现在都在陆续跟消费者见面 在拿到量产机型并且实测之后 不少人都发现这一代产品效能提升还是挺明显的 这不由的让大家开始期待旗下带旗舰晶片 也就是骁龙8G3 之所以有期待更多的原因 还是集中在制程工艺方面 骁龙8G2依旧使用了台积电4nm工艺 和上代产品相同 因此消费者也期待在3nm下骁龙 能否有着更出色的表现 另外 三星方面先进制程晶片的功耗表现也不尽人意 媒体猜测 这也是高通放弃三星转向台积电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3nm晶片工艺相比4nm工艺成本要高 每片晶圆高达2万美元 这意味着台积电3nm主要问题是价格昂贵 这或许意味着下一代骁龙8Gen3旗舰手机 面临集体涨价或者其他方面减配挤牙膏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